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直接往里面 漂亮 无锡 顶到了这个球啊 蹭的稍微厚了一点 看 这种比赛啊 定位球还是蛮关键 是的 谢鹏飞 到后点 投球 漂亮 球进了 球进了 蒋胜某 长城亚太来讲 当头一棒啊 今天比赛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先是受伤两人 再是换人之后保持三中位 马上就被对手定位球破关 对啊 好的 张华晨分到右边 还是要回左脚 基里尔梅 基里尔梅的传中 机会 弹龙 弹龙 1比1 哇 这样的话 上海生花本赛季的第一个丢球 是面对长城亚太 这个进攻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分一下边 是 那他左脚拿 以为是要回来在左脚传的 嗯 嗯 这一下盯防的过程当中 蒋胜龙这边 哎 确实也有一点问题 有点问题 包括右边的马拿法 也没有收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是的 所以生花队又面临着这个和开局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 来看边路传说只能机会安德雷路易斯 又漂亮 俯身的冲顶 偏了一点点 长春一次射门啊 就完成命中 先鹏飞 直线没给 先鹏飞外围打一脚 往里走 有机会 进来了 直接的大门 看看又没有捕射 看看船中 徐浩阳 左脚 击过来 特契拉没有顶到 组一的投球 领 汪金贤一停 随后的船中 机会投球 哇 这个球霸雄立功了 大马杜面对张华晨直接传了 传的还可以 嗯 到后点 看一看杨泽强中路 路易斯 看看要不要回地 无锡直接打一脚 好 可以 哇 无锡这一脚接近于汉地拔葱 啊 就是 难啃的比赛能啃下来 你才能够说咱们说在这个赛季完成赛季的目标 是 对吧 稍微遇到点困难 咱们说就没有拿下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这时候机会打的 哎呀 哎呀 安德雷路易斯打高了 加速往里走分边 呦好球 漂亮 横梁 杜晨杰顶到的 嗯 还有无锡 无锡调整外围再打 稍微投球点点角度出来 嗯 刘云 直接给 好的把球出来了 再找谭龙 谭龙面对 门将直接打 有变 再来 哎呦 好球 漂亮 杨泽祥 走李倩 谭龙 谭龙 又漂亮 漂亮 哇 这球 典型的这个边方位往里 走了以后 都射 贝利奇和谭龙这俩点 冲击力很强 祖伊 开出来 机会 哇 你看看 贝利奇 来找马来兰 面对廖成谦 马来兰 起球 安德雷路易斯 背身 打一脚 特谢拉的绝杀 特谢拉的绝杀 2比1 在 上亭姆时 这应该是要第9分钟了 在湖顶位置 特谢拉 我觉得赛后裁判员会不会有一些争议 因为补的时间远远超过了7分钟 但这一下射门确实 这个落地反弹 演示的非常准 唐顺旗呢 他可能会考虑到 在商庭补食的阶段 又有一些中断 倒地啊什么的 倒地什么的 所以呢 又酌情的 补了一点 但就是在他多补的这个时间里面 最终 上海参花 由特谢拉 完成了对比赛的绝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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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